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进入第26天 俄军的死伤数字一直是个谜 BBC一张截图终于给了答案 这是取自亲俄媒体共青团真理报网页 报道引用俄罗斯国防部数据 俄军阵亡人数达9861人 受伤人数为16153人 这与俄罗斯国防部先前宣称的498人死亡 1597人受伤 以及美国官员预估的7000俄军战死 都是相差甚远 但共青团真理报的这片报道 上线才几分钟 相关数字就被删除 这次意外泄露数字的共青团真理报 创刊于1925年 是俄罗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连俄罗斯总统普廷自己都说过 上班途中会阅读共青团真理报 这次的报道格外引人注意 是不是不小心泄露了不能说的秘密 让俄军死伤被证实暴增 共青团真理报发文澄清 说是网站被骇客入侵 伤亡数字遭到篡改 错误资讯以及被立即删除 俄罗斯久攻不下乌克兰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 由美国高阶官员评估 普廷正在改变战略目标道B计划 意图迫使基辅接受 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领土的声索 同时采取围攻战术持续施压 要求乌克兰对西方世界保持中立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 部分高阶官员也认同正向评估 等同宣告普廷闪电战失败 俄罗斯在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后 便寻求在俄罗斯西部和克里米亚半岛之间 建立陆地桥梁 扩大对顿巴斯地区的控制范围 根据外媒报导 美国国防官员指出 俄军各战线行动似乎是独立作战 没有联合作战的战术推进 加上俄军并没有一个战区指挥官 使得俄军在乌克兰境内夺取资源各自为政 也看不出俄罗斯陆海空有相互配合 部分美国官员也暗示 普廷一直在为整个行动进行规划 许多指挥官到最后一刻才理解战略目标 才让不同部队在入侵乌克兰前无法有效协调 记者杨奥如整理报道